关山镇德高里东庄路段 农民所持有的农地 唯一的连外道路口 因为路面高低落差 造成行经很不方便 为了避免辆车搬车的意外 积极向县政府提出申请改善农路 13号上午线的饶庆林 亲自前往视察 他与诺会协助来改善 关山镇德高里王姓农民的农地 长年以来对外出入 必须借由邻近已收割的农田地 并缴付过路费用 或者选择行进在高企的排水沟上 然而排水沟与路面接口十分狭窄 面对陡峭又狭窄的斜坡 就怕一不小心造成机具翻覆 酿成意外 这个斜度跟这个角度 我们那个农用车要进出的时候 进出的时候 一出到这边就要转弯了嘛 不转弯不行 还会到天里去 转弯又斜坡 然后那个车子斜坡的话 就危险容易会翻车 长年没有适当的出入口 使得通行不变 紧邻的农路并非私人持有 农民也无法擅自进行修缮 因为这个是灌溉沟嘛 灌溉沟它不能降 就是做这个水沟以后 才这个问题出来的 做水沟的时候 我们就开始争取了啦 因为这个我们不能说 为了我们要进去 我们自己把它垫出来 影响到这个主要的路了 所以这个就是要公共部门来帮我们处理 在地方代表多次向县府反应民情后 13号上午台东县长饶庆林 清零关山镇农路路段 视察农民所澄清的农路问题 在县府同仁的详细说明下 饶县长也亲自听取农民的心声 了解农友因道路问题产生的安全疑虑 随后饶县长也指示县府同仁 尽速协助进行改善 为的就是要让农民有个安全 又安心的工作场域 记者江碧任关山镇报导